没有没有回到第一位 大家下午好 我是树珍 今天我们还有那个福美也在线上 本来是我跟福美一起讲 那那个福美 他说可能他就是在旁边帮忙这样子 如果待会我在设立的这些问题里面 如果还有一些地方 或者是说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福美也可以帮忙我们一起回答 大家听得到吗 听得很清楚 我们往常 我们做的这个肾有常问的100个问题系列 其实我们是分三个单元 就是慢性肾脏疾病的问语答 然后腹膜透析跟血液透析 我们分三个单元 那因为我看过去这一年来 我们上线的朋友好像感觉蛮多都是 还没有开始洗肾的朋友 所以我今天我就把所有的那个过去的资料 全部consulted在一个主题里面 但是就是回答一些比较 大家常见 然后比较 比较 怎么讲 就是比较常会问的问题 至于比较 detail的部分 如果说今天上线的圣友们 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 你也可以在之后的问语答的时候 我们一起讨论看看 如果问题没有在我们今天讲的里面 你可以提出来 首先呢 我们要开始大概先纵观一下 这个慢性肾脏疾病 不管是在美国或者是台湾 因为我来自台湾 所以我可能有一些资料会是从台湾的资料 就是截取过来的 我们先看看美国 在来自美国国家肾脏基金会的一个统计报告 在美国里面 每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 一个美国人会有患有肾脏疾病的风险 那也就是说三分之一的美国人都会有这个 得到慢性肾脏疾病的风险 好 那目前呢 有3700万人患有肾脏疾病 那这3700万里面呢 有66万人是在洗肾 好 那在这3700万里面呢 有10万人在等待患肾 所以这个人数是真的是很可怕 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那个前任的总统川普 他曾经推动一项行政命令 就是因为这么多的人口 这么多的慢性肾脏疾病的病人 还有洗肾的病人 他们其实发挥掉那个美国Medicare的费用 几乎是20%每一年的那个费用 将近是114个Billion一年 所以美国政府他们就是推动了一个行政命令 希望就是说在2030年的时候呢 他们能够减少那个慢性肾脏疾病的病人 进程到需要洗肾 他们希望能够减少25% 那在这些慢性肾脏疾病的病人 他们一旦到了要洗肾的阶段呢 他们也希望就是能够有80%的病人呢 但是医的接受了肾脏移植或者是从事居家透析 所以你可以想到的就是说 这个慢性肾脏疾病在美国 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所以美国政府他们也很积极的想要 在这个方面来找到解决的方案 那在台湾的话呢 台湾现在目前有42万人是有慢性肾脏疾病 将近9万人在洗肾 那根据那个台湾的那个卫福部的统计 那个慢性肾脏疾病 现在已经是台湾的十大国病的防守 那他们一样跟美国一样 就是说每一年花费掉很多健保的费用 所以事实上在很多的国家 他们现在都在找出一些方法来怎么样能够减缓 减缓那个慢性肾脏疾病的病人呢 能会走到那个提升 那同时他们也希望能够尽早的 在人群里面导到病人有患有肾脏疾病的风险 然后来减少这个风险 希望国民们能够活得更健康 然后减少这样的那个疾病的产生 好 那现在我们先针对慢性肾脏疾病的 的那个问与答 开始做解说 那首先我们要开始讲 慢性肾脏疾病解决谈论 这个病人常有的问题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肾脏 就在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这个slide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大概拳头般大小的肾脏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后腰肌上面 那这个肾脏呢 它其实就跟我们的心脏 跟我们的大脑一样扮演的很重要 很重要的功能 好 那什么是慢性肾脏疾病呢 当肾脏受损 好 慢慢失去了过滤 过滤血液的功能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称作是慢性肾脏疾病 那通常在疾病的早期呢 很多人都是没有症状的 好 非常多 很多人都没有症状 其实在我们临床上看到病人发生 知道自己有肾脏疾病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已经到了第三期 第四期 主要的原因是 他早期的症状就有一点像感冒一样 好像感觉就有一点累啊 好像有点吃不下饭啊 可是过两天又好一点啊 这样子 所以很多人会忽略到 忽略到这个早期的症状 那随着慢性肾脏疾病的 慢慢的恶化呢 他的这些血液中的废物 会累积到一个程度 到一个程度开始的时候 病人开始就会觉得不舒服 好 那那个时候可能都已经到了第三期了 好 那这个时候会伴随着 病人会有高血压啊 贫血啊 皮肤痒啊 倦怠啊 食欲不振 甚至比较严重的话 开始会有下肢积水啊 更严重的话就是会有 呼吸困难的这种现象 好 那很多朋友会问 肾脏的功能到底有哪些呢 它其实我们的生长就有一点像是一个人体的 进水器 它主要的目的是在清除血液内的毒素 调解我们身体的水分跟排除多余的水分 除了这个之外呢 它同时兼具了有维持血压的平衡 还有产生产生一种荷尔蒙叫做红血球生成素 来维持我们红血球的细胞的正常 那同时它也有维持体内电解质 譬如说是纳甲磷等等之类的电解质的平衡 最后呢 它还会有一个荷尔蒙 会帮助活化我们的维生素D 那这维生素D呢 就能够保护我们的骨骼的正常 健康强壮这样子 好 所以呢 大家可以知道 肾脏的功能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我们的人体来讲 如果说你的肾脏功能不好的时候 它也有可能会增加你 罹患心脏病跟血管方面的一些风险 所以照顾我们的肾脏非常重要 那有人也会问 什么会导致慢性肾脏疾病 它的原因有些什么呢 有些有哪些 那根据美国肾脏 它叫做美国肾脏资料库 他们的报导 在2020年的时候 他们报导说 在这些慢性肾脏疾病的病人当中 将近47%的人 将近快一半的人 是因为糖尿病 那第二名呢 是高血痒 那除了这两个以外呢 它合并的有一些 慢性肾小求肾炎 遗传基因 譬如说有多狼肾 或者是免疫方面的系统的问题 譬如说是红斑性狼肖 肾结石之类 这些都会导致慢性肾脏疾病的一个情况 那其实我们在 我记得那个罗医师 David罗医师也以前 我想有一些生有可能知道 他以前就提过 就是说aging 就是说我们老化的过程呢 也会导致肾功能逐渐的往下掉 通常是在40岁以后 每一年你大概会逐渐掉个1% 所以aging也是一个 就是老化也是一个因素 会导致慢性肾脏疾病 好 那我们怎么诊断慢性肾脏疾病呢 怎么知道你有慢性的肾脏疾病 通常他是可以通过血液 跟尿液的检查来诊断 那血液检查里面的话呢 就是你每一年在做你的routine 血液检查的时候呢 你可以请你 一般医生他们都会开这个检查 就是他们在检查你的那个 币温尿素蛋跟鸡酸肝的时候 他们应该都会有一个这个 这个检查跳出来叫做EGFR 我们中文叫估算的肾脂球过滤力 好 那这个检查呢 它主要是告诉我们就是说 How well你的kine is working 应该说是 就是说你现在的腺脏功能的情况是怎么样 好 那另外一个是尿液检查 尿液检查的话呢 它主要是检查我们小便中的蛋白尿 那它就是估算尿里面的白蛋白跟鸡肝的一个比值 来告诉我们说 这个病人或这个病患 它有没有肾脏方面的疾病 那通常这个检查 蛋白尿的话不见得是肾脏病的病人才会有 有一些病人 它有心脏方面的疾病或者是cancer啊 这个时候有时候也会有这个蛋白尿的情况发生 所以通常他们会合并两个检查来做最后的诊断 慢性肾脏疾病它的分歧有哪些呢 基本上他们是分了五期 那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EGFR 就是在你的验血报告里面 你就看有没有这个字 这个这个选项 这个出来的话 它大概就是告诉你说 你现在的肾功能还有多少% 那他们通常是以这样子来估算 就是说stage1 第一期就是你的EGFR还有90% 肾脏功能还有90%以上 介于正常跟那个stage1 那如果是stage2的话呢 就是60到89这个中间 那stage3的话呢 是从30到59 那它这个中间呢 又分了3A跟3B 它比较细分 一般人大家还是就是把它分成stage1 2 3 4 5这样子 好那stage4呢 就是这个EGFR大概是距离30% 15到30% 那最后一个stage就是stage5呢 就是less than 15% 就是低于15% 叫做那个慢性肾脏疾病的第五期 好那这个就是跟刚刚我讲的 那个血液检查 来分别 那他的这个血液检查 主要他们是以那个计算肝 跟你的年纪性别 还有种族所衍生出来的一个计算公式 他们能够算出来你的肾脏功能 好 那再过来这一张slide呢 只是告诉我们说 如果说病人他有脉性肾脏疾病的情况 根据他的疾病分歧呢 有一些治疗的方针 刚刚讲那个第一期是在90%以上的话呢 我们focus是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然后能够想办法的延缓他的恶化 那第二期的话呢 大概就是距离90到90%中间的话呢 就是我们会开始focus在评估疾病的进程 还有减少血管疾病的这个发生的危险 基本上在stage1跟2 他没有特别的这个饮食的限制 或者是需要吃什么特别的药物 但是医生会根据他的病人本身 他的underline的比例子 或是比如说他本身有高血压 或者是有糖尿病的话 他们会focus在这方面的那个治疗 就是控制好血压控制好血糖 来减缓这个变坏的这个情况 那到了第三期呢 也是一样 这个时候可能病人会慢慢慢慢 衍生出来一些病发症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 会容易倦怠啊 食欲不振啊 或者是贫血 这些呢就是他们开始要介入治疗 那第四期的时候呢 通常我们开始会帮病人做一些心理的卫教 然后开始给他们一些饮食的卫教 还有我们会护理人员会开始为病人准备 就是如果这个疾病进程继续往下走的话呢 病人可能会需要考量有什么样的一些治疗选项 将来的治疗选项对他们来讲 他们可以这个时候开始慢慢的就是说了解 然后呢 以备真的需要开始做透析的时候 病人才能够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方案 来来就是说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的肾脏继续的 就是可以正常的运作 就是正常的清理我们学一种的毒素 好 那到了第五期的时候呢 就是刚刚讲的 肾脏功能低于15% 通常这并不表示说你这个时候就要开始洗肾 主要是这个时候病人可能凭血的情况会比较严重 血压可能会比较高 磷甲会比较高 那这个时候医生他们会想办法 开一些药物来帮忙控制这个症状的这个变坏 那一直到病人可能血压开始很高 没有办法控制严重的积水 或者是病人合并有其他的一些神经病变 那医生可能就会开始考虑 要求这个护理人员开始 就是让病人开始准备投息 这个是整个这个疾病治疗的分歧跟治疗 好 那如果说病人是在stage one to 四这个中间 其实stage one to five都可以算 你要怎么样的预防还有照顾你的腺脏呢 其实很多很多单位他们都有出一些相关的这个 照顾的照顾的一些一些资讯 或者是推广一些健康的这个教育 最重要的是他们focus的是四多 在饮食里面多纤维多蔬菜多喝水 还有多运动 那四步 不抽烟 不憋尿 不熬夜 最重要的是不要吃来路不明的药 好 那三少就是少盐少油 少糖 好 定期的健康检查 刚刚提到就是可以从小便检查跟血液检查里面 大概知道你的肾脏功能 好 最后一个就是你要控制好你的血压跟血糖 刚刚我们提到就是导致肾脏疾病 前两名最重要的这个原因 一个是糖尿病 一个是高血压 如果说你能够血压控制在130 180以下 然后你的糖化血色素控制在6.5以下的话 这个其实是能够保护你的肾脏功能 就是说不会退化的很快 就是说让他现在有的肾脏功能 可以持续持续一段时间 不会变坏 好 很快的变坏 好 这个是预防跟照顾的部分 那第七个它是问题就是说 肾脏末期的肾脏 肾脏疾病它的治疗选项有哪些 好 那目前来讲还有四个 一个是肾脏移植 还有一个就是透续治疗 透续治疗里面分有 血液透析跟腹膜透析 那再有一个就是保守治疗 那肾脏移植呢 我想大家这个是大家最希望的一个 其实它的存活率 还有它的这个就是手换移植后的这个 就是说比较能够最接近我们正常人的一个 一个一个治疗 但是就是现在肾脏移植在美国呢 尤其是在我们家中 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就是它要花很长的时间 等七到八年的时间 会提到的这个两个透析治疗 那还有一个是保守疗法 保守疗法通常呢 就是如果说病人是在 可能已经八九十岁了 然后他们合并了 有心脏病啊 或者是其他一些 比如说癌症啊 或者是其他的疾病 那他们觉得说到了这个年纪的 可能也不需要再做透析 他们可能就是想说只要好好的控制好 现在的症状 不会变好 但是呢 可能也不会让 就是说一旦它整个功能都流失了以后呢 可能病人就没有办法存活 那这个是保守疗法 好 那接下来我常常听到人会问我这个问题 洗肾还能工作吗 那事实上呢 我想社会对这个洗肾的肾友呢 有一个误解 认为说肾友就是没有办法工作 需要被照顾甚至不具生产力 事实上呢 我们有以我们现在的这个population里面来讲 我们将近有七成的病人 他们是还在工作的 还在工作的 那其他的三成的病人可能就是选择 半退休啊 或者是病人真的是年纪很大了 没有工作 其实当部分的病人 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回到职场上 那不管你是选择血液透析或者是父母透析 肾友们都是可以工作的 那他们就是说 比如如果你是选择血液透析的话 可能白天可以正常工作 然后晚上到诊所去洗肾 那在美国的话呢 美国我现在知道的是 他们的晚班好像是一直到晚上 10点11点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说病人可以选择晚上的时间 去洗肾 白天还可以工作 这样子 或者是说本身这个病人 他的那个schedule 他的工作的这个schedule 就很flexible的话 那他可以选择白天 那可能就是135或者246 去洗肾中心洗肾 那其他的时间 譬如说像自由业的人 他们可能就比较不会受这个限制 那另外来看 父母透析的病人的话呢 可能因为他们是在家里面进行透析 所以他们的时间弹性非常大 那生友可以选择晚上 用机器在家里做父母透析 那他们白天就是真的可以正常的工作生活 比较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同时这个治疗呢 也比较方便出差或者是旅行 好 所以啊 圣友们还是可以工作的 好 刚刚是我们讲那个慢性肾脏疾病的问与答 不晓得有没有问题 福美你有没有 没有 那个问题的话 等到那个结束以后再问 不然会造成echo啊这样子 OK好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走 这个第二个section 就是父母透析的问与答 父母透析呢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 在治疗选项里面呢 透析的选项里面的一种 父母透析 这个治疗呢 是一种居家透析 那我们做的这个透析呢 是利用病人腹腔内的一个腹膜 那病人腹腔的腹膜呢 它是一个 你如果看这个slide上面 就是它画红线的这个地方 红线的这个地方 它是一片很大的半透膜 覆盖住我们的内脏器官 在腹腔里面的内脏器官 这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半透膜 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半透膜来 那个半透膜上面 有很多的维系血管 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半透膜 它这个腹膜的半透的这个通透性 我们来过滤多余的那个水分 跟病人身体的毒素 好 那它也有两种治疗方式 一种叫做连续可活动式的腹膜透析 叫做他们俗称说是CAPD 另外一个是全自动腹膜透析 又叫做APD或者是CCPD 这两种治疗 那我们如何执行腹膜透析呢 腹膜透析它是需要均由外科 植入一条 那个塑胶管 那这个管子呢 这个导管是一种 是一个永久性的导管 通常如果管子没有问题 你没有感染的话 这个管子是可以一直用到你 幻生为止 那刚刚讲到腹膜 它是一个半透膜 那我们就是把那个透析药水呢 从那个 那个 注入管 注入到腹膜的腹腔里面去 然后呢 停留一段时间 一般是大概三到四个小时 然后我们再把它放出来 这个停留的时间呢 它就是能够把 那个身体的毒素从 微血管 那个那些微血管 在腹膜里面的微血管里头 把它吸附出来 然后呢 但是它吸附不会很快 所以它需要慢慢的 慢慢的 一段时间 它会经由这个 我们讲的扩散的原理 跟那个 渗透压的原理 它可以慢慢的把多余的废物 跟那个水分 把它吸附出来 时间到了以后 我们把它排出来 那就把那个多余的水分 跟尿毒也排出来了 那这个是一个 正常的这个 腹膜透续导管的外观 刚刚讲到这个管子呢 这一段呢 是 我们就是说 如果是 没有感染的话 一般正常的情况下 是可以一直使用到 病人幻生 那这个外端 这一段呢 大概平均是每六个月 要更换一次 好 那刚刚有提到 有两种方式 一个叫CAPD 一个叫APD 那第一 这一种CAPD呢 就是 连续可活动式的 腹膜透析 它是一种手动式的 就是说 我们病人 可以自己在家 用手操作 那它操作的一个流程呢 整个 我换药水的这个过程 只需要30分钟 2到30分钟 首先呢 这个病人 他就是 要先把肚子里面的水 放出来 刚刚讲 滞留3到4个小时之后呢 放出来的水 其实就是跟我们 平常排出来的小便 是一样的意思 然后排完以后呢 病人就会把这个 一包新的药水 灯进去 灯进去之后呢 他就把这套管主 把它从自己的管子上端 把它分离 分离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会进入滞留期 那这段滞留期呢 病人就可以很自由的去上班啊 或者是家庭主妇 有去买菜啊 接送小孩啊 这段时间完全是自由的 free的 然后呢 等到大概4个小时 3到4个小时之后呢 我们再重新 再回来重新做这个cycle 就是引流 然后注入流制 重复这个 一天大概3到4次 好 3到4次 那这样的一个透析方法呢 是你自己在家操作 非常简单 操作非常简单 好 另外一种是 全自动型的覆模透析 那这种 这种透析的话呢 是刚刚 原理跟刚刚那个 我们讲 CIPD的原理是一样的 好 那只是说 他白天不做更换的动作 没有这个 3到4次的更换动作 他就是晚上睡觉前 把管子跟机器 还有水袋接上 接上去以后呢 机器他会自动做 3到4个周期的更换 更换透析药水 病人就在睡觉的过程中 就可以进行透析 到了早上起床之后呢 再把自己跟管主分开 那他一整天白天呢 就是free的 虽然讲说是free的 可能大部分的病人 他们就是在治疗结束之前 应该肚子里面 都还会有一袋水 或者是大概至少 有一千 一千五百cc的水 在肚子里面 所以他们白天 去上班的时候 其实肚子里面 还是有药水 只是他不需要 做更换的动作 那这样子的话呢 对于那个白天 刚刚提到 正常工作的病人 这个就是一个 很好的治疗选择 因为他们白天 就几乎不会被干扰 然后呢 他就是晚上睡觉前 接到机器上 去做透析就好了 好 那这个是全自动的 覆膜透析 也会有人问 那什么样的人 最适合这种 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 就是说上班 白天需要上班的人 还有就是说 有 还有一些 肾功能 存在的病人 因为 这个覆膜透析 根据这个 我们这个 研究报告 他们指出 就是说 如果病人本身 还有一些肾功能 比如说这个功能 这个病人 他 还有8%的时候 就开始洗了 那他这个 8%的肾功能呢 可以 就是说 你选择覆膜透析 他可以 就是说 保存这个 剩余的功能 会比较久 会比较久 那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还有一些 肾功能的话 其实你 做 选择这样的治疗 他可以 让这个治疗 让你的肾功能 还可以keep久一点 还有就是刚刚讲的 学生儿童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白天要上学 所以这样的治疗 对他们来讲 可能晚上来做治疗 会比较方便 另外呢 老年人也很适合 主要的原因是呢 血液透析的话呢 因为他主要是把血液 输送出来 做 做 做 这个透析 很多老人家 心脏功能 不太好的病人呢 可能 血液透析的话 对他们来讲 负担会比较大 所以做 父母偷袭的话 可能会比较温和一点 好 一样就是刚刚讲 糖尿病或 有心脏疾病的病人 可以 也可以考虑 父母偷袭 另外就是说 需要工作 又希望不受予 时间约束的朋友 也可以选择 这样的一个治疗 好 那 父母偷袭 因为刚刚讲 是在家里做 所以在家里做的时候 他在更换药水的时候呢 环境是很重要的 好 很重要 很多病人有时候会问我说 那是要怎么样做 在车上做呢 或者是我 我如果在客厅做 可不可以 那很多 很多生有 有时候会提 提这样的问题 事实上呢 做这个治疗 是我们希望病人 能够选择在一个 干净不潮湿的环境 最好是在你的 房间里面 那你 做的时候呢 要确定 光线要充足 不能有流动的空气 你必须要把空调 窗户关掉 主要是说 你在分离的那一刹那中 如果你 窗户是开着的话 你会增加空气中的 这个流动 那可能空气中的一些杂成 细菌可能会掉落到 你的那个管子里面去 那 那他们就是希望能够 尽量减少 这个 这个空气的这个 微尘的流动 这样子可以避免 感染 还有就是不要 让宠物在你换药水的时候 宠物不要 不要在房间里面 可能就是会导致一些 意外啊 咬到管子 踩到管子 或者是 那个狗身上的毛啊 有可能会导致 感染的一个情况 就是理想的 换疫环境 就是需要是 刚刚讲的 干净不潮湿 然后安静 光线充足 不要有流动的空气 跟没有宠物 好 也有很多病人会问我说 哎 为什么要洗手戴口罩 这个有那么重要吗 我憋着气就好了 有的 会这样讲 事实上 它是很重要的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 因为父母偷袭 它其实最大的一个 合并症就是感染 那 我们花很多时间 在教育病人 要怎么样 保护自己在换药水的过程当中 不要感染 那这个第一步呢 就是要把手洗干净 手洗干净 而且在换疫的时候 需要戴口罩 好 这些都是用来预防感染的 好 还有就是戴口罩的时候呢 主要是 我们口鼻有时候 因为你咳嗽啊 打喷嚏啊 有时候上呼吸道的那个细菌在口鼻里面 有时候会喷出来 那有时候刚好你在换疫的时候 你把管子分开的时候 你这一 这没有 没有戴口罩的时候 有时候会 口鼻的细菌会掉到里面去 好 那还有就是戴口罩的时候 要切记事 要口鼻都要 遮好 好 那 我刚刚提到就是做这个 妇膜透析 它虽然简单 可是它也有一个 很大的合避症 就是妇膜炎 这也是很多 圣友会问的 就是说 他们怕感染 好 那事实上 这些都是可以预防的 是可以预防的 好 刚刚提到就是说 你要预防的最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你在更换 透析疫的时候 你要去确保 环境的安全 你有戴口罩 有洗手 然后你要遵照你的 护士 告诉你的换疫步骤 来操作 不要碰到 不该碰的地方 好 还有确实检查好 你的透析药水 确定你的药水 是没有问题 没有漏水的情况 好 最后一个呢 就是要保持 良好的排便习惯 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刚刚我们提到 就是我们是用 我们肚子里面的腹膜 好 那腹膜 它其实你腹肠里面 很大部分有很多的那个肠子 在这个腹膜肠里面 那你常常便秘的话呢 有些时候呢 有可能会导致 那个格兰斯阴性菌的 这个腹膜炎 好 所以做腹膜透析的病人呢 要保持良好的 这个排便习惯 尽量不要便秘 好 刚刚提到便秘呢 也有人会问说 便秘对透析治疗 会有什么影响哈 刚刚提到主要是因为 它我们大肠里面 有很多大肠杆菌 当你里面堆积了 很多大便的时候 它会在肠胃乳冬的时候 有时候不小心 那个大肠菌会 被挤出到那个大肠以外 就到你的腹膜腔里面去了 那个时候就可能会导致感染 好 那同时便秘的时候 也会容易上血液 让血压上升 降低食欲 最重要的是你 里面积了很多的 粪便的时候 它的管子 这里头可能会 被压迫到 压迫到的话呢 那你排水就会有问题 排水就会有问题 所以这些都要注意 那怎么样预防呢 其实大部分我们的病人 医生都会开软便剂 所以大部分我们 做腹膜透析的病人 几乎每天都会吃软便剂 那另外就是可以 多吃高纤维的食物 多运动 能够减少这个便秘的产生 我们很快的这个 讲完了腹膜透析 再过来是血液透析 血液透析的话呢 刚刚提到就是 腹膜透析跟血液透析 两个都是很不错的治疗方式 那血液透析的话呢 它最大的不同 跟腹膜透析 就是腹膜透析 是在家自己做 那血液透析呢 是你要到 洗肾中心去做治疗 做治疗 那什么是血液透析呢 血液透析就是说 我们是利用 血液透析机上面 加上人工肾脏 来过滤血液 那移除血中的一些代谢 废物跟多余的水分 那在做这个透析之前呢 我们必须要在手背上 建立一个血管通路 建立一个血管通路 这个血管通路呢 通常它需要时间去长成 所以刚刚说 为什么我们在stage4的时候 就开始准备 其实病人还不到要牺牲 可是我们在stage4的时候 就开始准备的原因 就是要让病人 慢慢地接受他的疾病病程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就是他们要有时间 消化这些治疗方案 再过来一个呢 就是你要提前做 准备做这个血管通路 这个血管通路 通常要到两到三个月 才能够长成 它不是说你一开刀 做好以后 你可以马上用 所以这种的这个血管通路呢 通常是需要时间长成的 那血液透析的话 刚刚有提到 就是你每一次是 到洗肾中心去 一个礼拜去三次 那每一次的治疗时间呢 是三到四个小时 那你就必须要 就是做在治疗椅上 然后呢 技术员会扎两个针 在你的手臂上 然后一个针是 一个针是把血吸出来 这里有一个pump 它会把那个血打出来 打出来 然后到这个人工肾脏里头去 这个人工肾脏里头 它后面接了两个管子 就会把那个透析医药水 灌到这个人工肾脏里头 然后因为压力差的关系 他们可以把一些 多余的水分 跟那个尿毒 push出去 然后push出去之后呢 你到这边来的血液呢 就已经是洗干净的血了 那它就会再送回来 好 所以两个针孔 一个是吸血出来 一个是送干净的血回去 好 那刚刚讲那个动静脉楼管 你必须要开刀做一个 这个动静脉楼管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做法呢 它是外科医生 他会将你手背上的一条 动脉血管跟静脉血管 联合 开刀把它结合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之后呢 这个动脉的血流呢 它就会改向 冲到这个静脉去 然后把静脉冲 就是说冲着 让它血管整个膨胀变大 然后变厚 它变大变厚之后呢 就会方便技术员 放那个两个针进去 因为那个针其实是蛮大的 而且它拉血出来的速度非常快 可能一分钟要350到450cc 所以你的血管一定要出大 才有办法 附和这样的一个压力 那在进行这个血液透析的时候 你的楼管的功能好坏呢 会直接影响到你的透析品质 所以也有些病人会常常问到我们 就是说怎么样来保护我自己的动脉楼管 我们等一下也会针对这个问题来回答 那这个动脉楼管呢 它是血液透析患者的第二条生命 所以病人必须要非常非常细心的照顾 才能够减少它发生堵塞或者是感染的现象 那动静脉楼管怎么样来照顾呢 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良好的卫生 在清洗楼管的表面皮肤 特别是你在洗肾前到洗肾中心去 现在好像一些洗肾中心 他们是要你去坐在位置上的时候 就直接叫你去那边洗去洗手 那一般以前的话是 病人在家里就先把手臂清洁干净 以避免在透析的时候呢 细菌会经由楼管的表面皮肤进入到楼管 再过来就是在你做动静脉楼管的那只手 通常他们是放在非惯用手 就是假设你是惯用右手的话 他们可能是坐在左手 那尽量就是说不要去用那只手提重物 或者是量血压 或让其他的那个抽血人员抽血 因为他们在抽血的时候会把你那个 会绑一个橡皮在你的手上 止血带 那个会增加那个血管栓塞的危险 所以尽量不要在那只手 做这些量血压抽血的动作事情 然后呢不要穿太过紧的衣服 睡觉的时候千万不能把手放到脑后 当枕头睡 那个手你弯着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这个血管的 这个楼管的血流 另外就是说 透析血液透析的患者 他在两次透析间 比如说他是两次 一般他们说一个礼拜洗三次的话 是一个一三五去洗 或者是二四六 所以我刚刚讲两次透析间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你是礼拜一洗 然后你礼拜三去洗这个中间 体重不要增加太多 这样子可以预防低血压 因为当低血压的时候呢 它会让你的那个楼管血流不足 血流不足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造成酸塞 另外就是要不要抽烟 因为尼古丁会造成血管收缩 还有就是说你在洗完血以后 通常他们护理人员他们会让你做加压止血的这个动作 那加压止血的时候不要太久 特别是他们如果给你一个那个止血袋的话 那个止血袋不要加压超过三十分钟 除非他是还有在除血压不完的话 要小心因为你压得越久的话 它可能也容易造成这个血管酸塞 还有每一天呢要做自我的检查 你就是用你的三个指头 三个指头的前端指腹的地方 轻轻的按在那个楼管的上方 感觉一下是不是有很快很强的这个震动 有点像被电到了那种感觉 如果那个强度有变弱的话 或者是你感受不到那个强度的话 你必须要赶快跟你的医生或者是洗腺中心联络 有可能那个血管可能有阻塞的问题 要赶快做处理 要不然的话那个楼管就不能用了 好那慢性透气 血液透气里面呢 我们也常常听到肾友会问我们一些问题 比如说怎么样 还有就是怎么样预防 最常他们常常讲的就是说 洗腺的时候他常常会会说 哎呀头痛啊会恶心会呕吐 其实这个是比较容易发生在一开始做血液透气 刚刚开始做血液透气的患者上面 我们通常叫这种症状叫透气不平衡症候群 那主要是就是说 病人会感觉洗完的时候会恶心呕吐啊 有时候甚至血压会上升 那这个可能就是因为说他们的身体还没有习惯 你很快的在三个小时中间 他们把那个身体过于多的水分跟毒素洗出来的时候 造成的一个不平衡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大脑有一个大脑屏障 大脑里头的那个大脑屏障 你尿毒在普通的血液里面洗得很干净 可是在大脑里面 他们那些尿毒出来没那么快 所以会造成脑羊上升 有时候因为这样就会造成血液上升 增加的一个一个一个现象 不过通常这个好像病人开始洗 洗了半年之后 他们就慢慢慢慢会改善 那血压下降也是一个常见的问题 血压下降通常是发生在血液透气 快要结束 通常是在最后那一个小时 那怎么样来预防这个现象呢 他主要的原因就是刚刚讲 我们说两次透气中间 体重不要增加太多 因为增加太多的时候呢 他们必须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譬如说洗四公斤 五公斤的水掉 他一下拉掉这么多水 从你的身体拉出来的时候呢 病人很可能就血压会下降 血压下降的时候 你可能会突然觉得头晕啊 你会想吐啊 然后呢眼前一阵发黑 人就晕过去了 也有可能 好 这种情形 所以最好的方法去预防它 就是你两次透气中间 不要增加超过你的 体重的5% 譬如说你是60公斤 好 你是60公斤 那5%的话就是你 两次的这个中间 不要超过三公斤 好 也就是说你 礼拜一洗完以后 你礼拜三去洗的时候 只要拉个 三公斤以内的 可能就会比较好 2.5公斤或2公斤 这样子的话 那个比较可以预防 血压下降的一个问题 好 那抽筋也是跟血压 下降类似 不过这个通常是发生在 第二个小时 到第三个小时的时候 也就是说在这个中间 他们拉水拉得太快了 有时候病人会有 下肢抽筋的现象 好 那出血的话呢 通常指的是在洗完肾以后 你的那个 你刚刚提到说要加压止血 你的不容易止血 好 本身 病人就是说 需要到洗肾的阶段的话 病人的B1 通常是蛮高的 尿毒蛮高的 那这些尿毒高的时候呢 会影响到你的凝血功能 还有就是说 在透析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必须要加干素 在透析你那个 在洗血的过程当中 他们会加干素在血液里头 预防血液凝固 好 那因为加了干素 那也比较容易会造成出血 对于年轻的女性 如果说碰到那个 这个生理周期的话 可以跟护士小姐讲一下 那天的干素就少打一点 可以减少这种出血的问题 好 最后一个是皮肤痒 皮肤痒的话主要是 病人可能就是在饮食里面 含磷的东西吃得太多 好 吃得太多 那他在血液透析里面呢 他这个磷太高的时候呢 很容易就造成病人 会觉得皮肤非常的干痒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营养师会 就是说跟病人讨论 就是怎么样在膳食里面 减少高磷食物的摄取 可以预防这个皮肤痒的现象 好 另外一个就是 刚刚我一直提到 就是两次体重 两次洗肾中间 水分不要增加太多 主要的原因是 当肾脏功能不好 而且就是说开始洗肾的病人 特别是洗血液透析的病人 他们的排尿量 通常是减少了很多 有的甚至完全没有尿 如果没有尿的话 你完全都需要靠 洗肾的时候 把这个多余 身体多余的水分拉掉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病人会常常会有口渴的现象 所以这个水分 体内水分的控制就非常重要 所以你的饮水量 大概就是要根据你的营养师 告诉你的量来喝 通常是大概一公升 或者是1.5公升 要看看你有没有少便 所以饮水量要 一定要不要喝太多 要就是说根据你营养师 给你的建议 还有就是饮食里面 你不要吃太咸 还有一些高纳的食物 你不要吃太多 因为高纳的食物 在身体里面 他们会把水除流 就是说会让你的 会吸更多的水 在你身体里面 这样子的话 你会更容易水肿 更容易水肿 你就体重增加 体重增加很多的时候 他们又要想办法 把水拉出来 那你可能就会又有 刚刚讲的什么血压下降 抽筋 这些症状都会跑出来 还有就是糖尿病的病人 也要注意血糖的控制 因为血糖高的时候 在你血液里面 血糖很高的时候 病人也会容易觉得口渴 就会想要喝很多的水 所以如果是糖尿病的人的话 就更注意 更需要注意糖分的 这个血糖的控制 好 再来呢 就是如果在家里的话 你可以就是说 每天测量你的血压 看看血压是不是能够 维持在一个 你的正常标准 好 那如果说有出现 呼吸困难的时候 有可能就是说水分太多了 太多到什么水 都跑到你的肋墨墙去 所以造成你呼吸 会喘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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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个控制 还有呢 也有很多圣友也会问说 我这样可以运动吗 那我要怎么样选择 那运动的话呢 其实不管是你是血液透析 腹膜透析 或者是你只是有慢性 初期的这个圣友 运动都是有好处的 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然后刺激新陈代谢 而且甚至就是说 对我们的睡眠也有很大的帮助 也可以增加抵抗力 改善免疫系统的功能 特别是你如果是食欲不振的人 你运动完之后呢 你会比较容易觉得饿 那它可以改善你 营养不良的问题 也可以减轻体重控制血压 甚至锻炼你的心肺功能 那要怎么样选择呢 大部分他们是建议做 等张的运动 譬如说游泳啦 骑固定式的单车 那个stationary bike啦 跑步啊 散步练气功打太极 这些都是很好的运动 那运动的时间呢 尽量能够持续慢慢的增加啦 慢慢的增加 能够持续到30分钟 可以先做软身 然后增加柔软度之后 可以就是说再开始运动 避免这个运动伤害 他们现在有一个新的说法 叫做运动333 也就是说一个礼拜运动三次 每次运动30分钟 然后心跳要能够达到130 这样子的话 就是能够就是 对你的身体健康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大家记得运动333 每个礼拜运动三次至少 然后每一次运动至少30分钟 心跳当时的心跳可以到达130 因为它可以要达到 有氧运动的这个level的话 就是心跳要快到130 这样子 好 所以呢我们刚刚看过 血液透析跟父母透析 一样不管你是选择哪一样的透析 你只要洗得充分 吃得足够 能够预防那些并发症的产生 保持愉快的心情 其实我们的圣友也可以 有很好的生活品质 不但可以上班 而且可以拥有很好的生活品质 好 我想我现在讲完了 夫妹有没有要补充的 谢谢树珍 哇你这个组织的很好 从开始到结束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因为把那个从开始的一种整个的介绍 然后到三种治疗方式 甚至第四种就是这个保守疗法 因为他们现在也提倡保守疗法 所以这个是很好的 非常谢谢 我没有什么好补充的 谢谢 我们非常谢谢这个杨树珍 祖父美 欢迎他们非常高兴的 他们今天能这么有条有理的 把一些常常碰到的问题呢 能够解释给大家听 那现在呢我们开始就回答大家的问题 我来看看我们的chat上面有些什么问题 好像都没有有问题写在chat room上面 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 大家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麻烦你把麦克风 unmute的 就是说麦克风给开开以后呢 然后把你的问题提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 这当场来问问看看 然后有两位护理师 Judy是不是 Judy郭也有加入是不是 好像是我看到Judy郭 是不是Judy郭 OK 我们看到George说谢谢 书贞跟夫美 那大家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 我可以提出 对我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吗 就是你那个 大家很常常在问的就是说 你从那个学业透析呢 转到附魔透析可以吗 从附魔透析转到学业透析可以吗 那这个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 那我们可以请那个 看是夫美安素贞做个回答 学医透析两个都可以 它是双向的 如果你是洗附魔透析 因为某些因素 你想要转到学医透析可以的 或者是你在洗学医透析 想要转到附魔透析也是可以的 主要是从附魔透析 要转到学医透析的话呢 你可能要刚刚提到 你要做血管那个楼管的话 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你就要提早开始做准备 那学医透析转到附魔透析的话 比较不用 因为那个我们附魔透析管子 埋进去之后呢 大概两个礼拜之后 就可以慢慢开始逐渐的来使用 通常在四个礼拜以后 就可以可以正式的 全面的来来做透析 所以一般如果说你是学医透析 要转到附魔透析的话 从买管之后 应该四到六个礼拜以后 就可以完全转到附魔透析 那这四到六个礼拜中间呢 病人必须要到我们的 到附魔透析的门诊去做受训 他们需要有一个两到三个礼拜的受训 才能够开始在家 比这个人行 谢谢感恩感恩那个树真的回答 还有有人在问说 刚刚您说那个 那个附魔透析的tube 血液透析的tube 都是会永久留在那里 那一般你换肾的时候 也换肾了以后 还是留在那里吗 附魔透析的话 他那个附魔透析导管 你换完肾之后呢 通常在开刀房里面 你换完以后 他们医生一旦把那个血管接上去以后 你如果可以自己排便 而且排便得很顺的话 大部分的医生 他们会就直接把管子拔了 那当然也有 就是说病人接上去以后 那个心中上去的肾 他没有马上醒过来的时候 医生就会把那个附魔透析导管 留一段时间 就是说可能这个中间 还是要间接性的洗 洗一段时间 然后一直等到心中的肾 完全苏醒的时候 他们才把管子拔掉 那那个 如果是动静脉搂管的话 通常因为它是一个 用你手上自己的动静脉去连接的 他们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 那个好像把它摘除啊 或什么 没有 因为它是已经就是 种在 长在你的那个手臂里面 唯一他们会考虑 把它 就是说 close掉的原因是 那个你的动脉搂管 可能有一直变大 然后影响到 它的压力过大 会影响到你的你的心脏的时候 他们会考虑把它关掉 要不然他们通常就是留在那里 那我这样子 那您刚刚在说那个 如果说他 你说这搂管 为什么会变大呢 你是说动静脉搂管吗 对对对 因为因为我们有一位 病人呢 他就是 他本来有四座腹膜透析的 后来他改成血液透析嘛 然后他 他后来换了肾 那那个 那个楼管就是还是放在那里 那可是过了一阵子 过了好几年 过了好几年以后 他那个手臂就突然 痛得他晚上都睡不着觉 结果要赶快跟医生 约了appointment 可是因为在pandemic 医生就很难约 然后他真的痛得 痛得真的是无法忍受啊 那他也不愿意去emergency room 因为他怕emergency room 里面有很多covid的病人 那所以痛得不得了 后来我只好 赶快帮他找了一个中医 让他针灸啊 然后把那个疼痛给控制住 那像这种 是不是就是你刚刚说的 他就 他的烂脑管就变大了呢 应该不太像是 我不想他说的痛是在哪里 就是手背 手背有楼管的地方 这个部分我可能不太理解 通常如果说痛的话 他有一种另外一种症状 他们是叫做stealing stealing syndrome 就是说因为他动静脉改道之后 他的那个血液送到指头间 就是末梢的循环会变少 所以有些时候 病人他的那个末梢之端的地方 会有那种tingering sensation 就是好像有一点刺痛啊 刺痛 对 现象 那种的话可能就是stealing syndrome 有些时候 他们可以再重新看一下 那个 那个 血管 血管 vascular surgeon 就是外科医生 专门做 外科医生 对 那他们可以再做一些厨师 比如说把它关销啊 或者是关掉 那我刚刚讲的那个变大是 因为他那个动静脉 楼管的地方 可能因为长时间穿刺 一直穿刺 造成那些部位 尤其是他们如果很少 rotate位置 扎针的位置 没有rotate的时候 他那个局部呢 会好像变 那个血管壁会变得比较弱 然后会变大 然后变大的话 那有时候会影响到 那个肾脏功能 或者是会造成 就是万一不小心割伤的话 会打出血之类的 所以那个情况下 可能医生他们就会做 做这个 这个把它关销掉的动作 感恩感恩 每件事件 你刚刚说的那个情况 会不会是有可能 他是那个阻塞 所以造成疼痛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对 他那个真的是痛得 晚上都不能睡觉 痛得很厉害 后来因为他一直在挂 因为他本来 他是在UC Davis 患的是吗 可是他后来是 因为搬家的关系 他后来他的 insurance 还是什么的 就混得粉 都到UCSF 那UCSF 本来你挂号 就非常的难 他肾脏科医师 他要挂很久 所以他 又不敢去 那个emergency room 所以那时候 真的很痛苦 都不得了 都不能睡觉 所以那后来 就只好去找中医 因为中医的话 我不知道中医 他用什么原理 反正他把它针灸 以后他的疼痛 就停止了 我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原理 然后他后来 不晓得 那可以摸摸看 他那个手管 还有没有 那个这样子 看他有没有 还在走动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好像 我所知道的 好像是他 如果是在 他在那个 阻塞的时候 好像手是会痛 会痛 我想这都一定要去看 医生 让医生实际上看 才知道 那他后来又因为 这个心脏 又阻 心脏的血管 也阻塞 就到医院 也去装了两个支架 对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 心脏的血管 阻塞 影响手背的血管 还怎么样 我也搞不清楚 对 我只是想到说 刚刚 因为刚刚 那个苏贞 有讲说 他会扩大 这个 扩大 所以我就来想说 这是不是 因为这样子 好 感恩你们的回答 那各位 我们各位听众们 有两位朋友举手 举手 好 哪两位朋友举手 我看 先是Raymond 然后是Albert 好 那 是您说 我是Raymond 是您说 我请教一个问题 我刚才 我是还没有洗腺 但是呢 大概是在stage 四 所以呢 我刚刚听的结果呢 好像是说 如果年纪大 而且你的 附膜的那个功能 GFR 如果在8%以上的话 可能附膜 透析的话 比较温和 那么在透析的时候呢 我听到 说一天呢 可能要三四次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如果要旅行 好像我们从美国飞到台北 或飞到台湾 台湾飞到美国 要十二个钟头 那么这样子的话 这个旅行是不是适合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台湾跟美国 那么假设在美国开始透析 那么到台湾以后呢 他是不是也可以找到 服务的地方 可以找到那些透析意 来交换 就是两边 你旅行到那边 是不是也可以呢 对 这个很好的问题 我们以前已经回答过很多次 那我们现在 再把它加入我们的Q&A的问题 下次我们再问那个100问的话 这个问题也一定要放上去 就是这个在学业透析 跟那个附膜透析呢 他们在做旅行上的时候 是怎么处理 那这是要请 素贞还是请夫美来回答 谢谢 我不用客气 这个问题啊 我以前训练的一个病人 他也是从台湾来的 然后呢 他就是台湾跟这边两边跑 所以他事实上也很方便 因为他做的就是 就是药水那边是都有了 那因为他还有家人在那边 所以他要回去之前呢 他就请那边的那个家人呢 就先到跟那边的医生 就先给他预约 然后他一到达那边以后 马上就看那个医生 然后那个医生就给他写处方 那个药水他就拿到 所以很方便 那机器呢 他自己带机器吗 他是用手洗的 用Podable的 Podable的机器 要带着Podable的机器 不是不是不是 他是用手操作的 手操作的不用机器啊 不用不用不用 那个不用机器 因为手操作很方便 很简单 但是就是时间性啦 不过他那个比较自由啦 时间性你可以自己挑时间 哪个时段你就自己行 像我这个病人 他就是白天他喜欢空着 他经常这个是半夜 大概四五点 因为很多人半夜睡不着 所以他就四五点钟起来 就开始换 换了就是换药水 比如说你要洗三包 他就四点洗一个 对不对 四点换了 然后大概六七点 再换一个 那就两包上去 然后到七八点八九点 就把它留掉 然后晚上睡觉 现在放一包 这样的话就 你白天有空的时间 然后治疗也做到 这个是 因为他的那个 因为他是手操作 所以他的那个 这个叫比较 比较这个调整 你可以自己调时间啦 对对对 对就是说看你自己的 那个活动怎么样 然后去调 我听了我们有一个 顺友他在上班 所以他在上班的时候 就两个钟头 break一次去换 对对 就是说你自己去调啦 因为你做一次交换 大概最多 最多啦 因为你真的把管子 接上去的话 不要一分钟的 不要50 就别说个简单 真的不要30秒的时间 你把它接上去以后 那你就等着他流进去 等着他流出来 那个因为是流进去 跟流出来的时间 大概要花到 大概20到30分钟 所以那个那个事上 那个时间就给很多人 就是看看书啊 看看电视啊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简单啦 所以我就说 可是我怎么 我怎么听有人说 他们带的机器回去啊 这个机器他要看 那个你是哪个公司 因为现在 现在这个 这个有 不晓得哪个公司 它是没有 英国的 那有的是也 所以这个就是 而且你带着 这个就是有 可以这个 但是就说 这个就是你自己的 看看你自己的 需要 哪一种方便 是 那我个人是觉得 就是说 如果说你的眼睛很好 手的操作很好的话 很容易学 学了以后操作 你到哪里头 药水 它的需要量 比较少 也比较好 就是 也比较方便 对 现在 Baxter是 International吗 对 Baxter是 International 他现在 我不太 我不太记 因为现在 我不做病 台湾有 不是很清楚 但是 有一个公司 好像没有 一个有 因为他现在 我们现在就是两个公司 一个Baxter 一个Fascinus 但是 这两个呢 在台湾 这两个公司 都有产品 所以都不是问题 是 这个 腹膜透析 绝对不是问题 回台湾都会有 血液透析 也不是问题 因为 你随时就可以 加入那边的 血液透析 可是大家要记得 要带着自己的 病例 然后呢 如果说 你在台湾 或在大陆 你要回大陆 或者在台湾 你要 可以跟家人讲 先去附近医院的 洗肾中心呢 先去问一下 看看他们的 应用性 就是说他们的 那个 时间怎么样 然后可以 预先跟他们 订阅一下 那台湾的 洗肾中心 我是不知道 大陆情形 台湾的洗肾中心 因为我刚从 台湾回来 发觉到处都是 那个诊所 对 洗肾中心的 诊所 到处都有 然后那个医院里面 也都有洗肾中心 所以 无论是血液 透析 或附膜透析 都很方便 然后做Cruise 要事先跟Cruise 公司讲一下 在Cruise上面 也有洗肾的设备 所以这个 也很方便 那苏珍 你要不要补充一下 是 那个 我先回答一下 那个Raymond 刚刚的另外一个问题 他就是说 他如果说是 我想他刚刚提到的是 三到四次的手动 那如果要旅行 譬如说 飞到台湾的话 这个中间要 怎么 飞机上 对 事实上呢 事实上我们通常是 不建议病人在 飞机上做 换疫的 这个操作 所以通常我们都会 建议病人 你要旅行 通常 飞台湾的 班机通常是 晚上嘛 那我们通常就会 建议病人 白天要登机前 去登机前 你做 如果你是 是做机器的 你晚上洗完之后 那天白天 可以做两次 快速的 手动 所谓快速手动 就是说 比如说 你早上 中午换一袋 然后 四个小时后换一袋 你要登机之前 你要把那个 不是登机 去机场之前 你要把水排空 肚子流空 不要放任何水 然后就 飞到台湾 这十二个小时 没有关系 那到了台湾之后呢 通常我会告诉我的病人 就是说 你的 Luggage里面 要先准备一些药水 Just in case 如果你到了台湾 一下子 拿到水有问题的话 你有一些备案 你带一些手动的药水 在行李箱上面 然后你回到台湾 就马上再开始 做一两次的手动 如果你台湾有预约到机器的话 你就可以等到晚上 接到机器 通常我们在美国这边的话 Medicare它是不允许你 就是说你出国旅行的话 它不会cover你的透析 所以你 一的是你要自己 譬如说你在台湾 你还有健保或公保 你可以在台湾 刚刚美军世界讲的 就是先联络好医生 然后他们也可以让你租机器 可是你 最好我们是建议 不要从美国带机器出去 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 你那个机器 你通常你是会check in 那你check in的话 你不知道那些 那些工作人员 他怎么弄你的机器 他可能这样摔来摔去 摔来摔去 结果你到了台湾以后 还没开始洗 就机器不握梗 那因为离开了美国本土 所以药水公司 他们虽然跟习生中心有 contract 他们会replace那个机器 within 24 hours 可是因为你是出国了 所以他们没有这样的服务 那你跑出去 结果机器坏了 所以这个不是很安全 还有一个就是说电压的问题 美国跟台湾两个电压不一样 所以你必须要准备一个converter 那这些都是有很多的 就是说不定的因素 所以刚刚福美讲 我们通常是建议病人 你如果出国的话 我们是建议你用手动 好那台湾跟中国 他们都可以买到药水 过去我们的病人 他们都可以拿到药水 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拿到药水 然后你的旅行只是两个礼拜的话 你也可以从美国 就带一些药水在行李箱里面 如果你有同伴一起飞行的话 就他们也帮你带几箱 然后是用手动的 还是doable的 我有一个病人 他飞到宏图拉斯 他们一家人一起飞 所以每一个人都carry 大概一到两箱的药水 这样他们只是上班 Less他好像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的travel 他回来都没有问题 但是这些都是要跟你 那个习胜中心的护士讨论 他们才可以给你比较确切的 根据你的情况 还有就是你的透析治疗量 他们会根据你的情况 来帮你做建议 在飞机上不能洗 就要记得在飞机上 因为你这个在洗的时候 刚刚素贞有讲到 在一个密闭的空间 然后连窗户都不能开 所以是你在飞机上 是no way to do that 好 那现在Apple Apple你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 问你的问题 谢谢Apple 所以很多年都说 就是一种好像学习 所以我从这里面 圣友会的演讲学了很多 那我的 就是 圣的情况是 好像还可以 就是说 大概是 接近90% 所以是stage 2 可是很接近90% 可是我觉得很好奇 就听了很多这个 演讲 就是说 刚才讲的 附膜透析 它比较方便 血液透析 好像没有那么方便 可是要到洗肾中心 那我想 就是说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到底说 这两种 哪一种洗得比较干净 因为我们的肾脏是 健康的肾脏 是洗得最干净的 你这个洗肾的话 都没有办法洗得 像我们自己的肾脏 洗得那么干净 那百分比来讲的话 那附膜透析 它可以把读数 排掉多少百分比 然后 血液透析 可以排掉多少百分比 这是我的问题 谢谢 那是哪一位要来回答 没件事件 可以起码 Albert 请把你的麦克风给关掉 好 我想 我想他这个问题 现在 洗腹膜或洗血液透析 两个事实上都是差不多的 他的结果都是差不多 这个洗 那是早期的资料 说到腹膜透析可能前一两年 因为他本身的那个还有一些肾脏功能 所以他好像看起来好像这个结果好一点 但是呢 在两三年以后 大概两边这个血液透析跟腹膜透析都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所以说他这个这三个就是说腹膜透析 血液透析跟换胜 这个换胜以后他的那个life expectancy 就是说你的那个估计你的生存率大概就是差不多是腹膜透析或血液透析的三倍 所以现在你也不用说这个我要到底血液透析好腹膜透析好 那个都不是很重要的 你要看你自己的自己的生活状况 你觉得哪一个对你的生活影响不是这么大 选那个那最重要的还是就换胜 我们的我们昨天还是前天才有一个77岁的一个病人 一个也是一个中国人 然后才换胜 所以他也等了他这当中他也洗了布膜透析 洗了至少有六年的样子 差不多六七年有 所以说这个这个最终的目的他这当中就说一直都是血 就是布膜透析洗了 因为他也是开始也是也比较还剩一些肾脏功能 但是到到前天换胜他肾脏功能还还维持的不错 所以就说这个那是不是那么重要呢 不重要还是等于换胜 而且他现在换胜的那个很快 我觉得这个因为在加州市比较久 可是因为你可以可以这个多多地方去类似 就是你可以可以登记多多处登记 所以这个机会是比较大一点 是说到这个我倒是要跟大家再谈一下这个multi listing的事情 就是说在哪在那个多处登记的 那就是要先去问你的保险公司 看你的保险公司有没有cover这个 然后呢就可以请你的医生呢送那个application到那个 或者自己就可以送application到那些换胜比较比较快的地方 我常在讲就是像你申请green card 你在一个地方呢在加州呢你申请green card的人非常多 所以你就要排队排得很长 那你去别的州他们中国人比较少 就是说外国人比较就是说不是美国人的人比较少 那他们就申请的就比较快了 那你说像换胜的话 在wisconsin我记得我们有位朋友他到wisconsin去换胜 他在那边打电话给我说 美军师姐你要跟我们的圣友讲 我们这里wisconsin只有两个人在排队 就会很快 那你说像在stanford 我听说今年我听最新去排队的人讲 今年stanford跟那个upn那个pacific跟那个stanford 现在都差不多要十年的时间了 都排得很长 那你就在加州呢 最近的就是在我们你省后的最近 UC Davis可能六七年或五六年就可以排到 所以说你大部分在stanford或在UCSF 或者UP那个登记的人也可以到那个UC Davis去登记 那如果说你的保险能够cover到all of the state的话 那那些你什么wisconsin啊什么phoenix啊 佛罗里达啊washington state啊 这些啊也是都比较快的 我们很多很多的圣友啊都是在在那个这些其他州患的 这也是很多 这个刚好给给一个information 因为前不久就是有人referred这个病人呢 到到我们这里来 然后问到这个multi listening的问题 那可是multi listening我们要注意到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血管呢 保持血管很好 因为我们有一位圣友他因为患了肾以后 然后又fail了 就是很多年以后他的肾又不work 可是他要再去患的时候 他的原来的帮他患肾的医院就拒绝他了 就说他的血管变硬了变窄了 所以这个这个大家也要注意身体的保养 这个患了肾以后要好好的注意自己保养自己的肾脏 然后呢一定要让身体的情况好 因为肾脏平均的患了肾脏平均的寿命是13年 那你在13年以后你有可能又面临到要患神的问题 当然了现在UC Davis他们换那个baby的肾 小孩子的肾 那可能会last longer 因为那个baby的肾跟小孩的肾可能会一直在growing 所以他们的那肾功能可以last longer 可是呢一般的肾的话还是有期限的 这是我刚好想到这个事情 还有我们刚刚一直没有提到就是hunghimo 这个hunghimo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好像我们刚刚没有提到 是哪一位可以解释一下hunghimo 对hunghimo好像现在是蛮提倡这个hunghimo的 因为他们的那个因为他你自己或者是你家里的人帮你扎针 而且准备 所以他的那个你可以洗得比较干净嘛 你可以经常洗嘛 你可以他好像是三天四天啊有五天洗的 这样的话他那个这个毒素好像清除的比较好 所以这个这个我知道我们最近是一直一直都在在鼓励大家就说有病人洗洗血的话 或者是洗抹透析在那已经感觉他已经洗得不太够了 我们就觉得OK你可以那就去去这个写在居家的那个血液透析 居家的血液透析 那居家血液透析你说要有家人协助扎针的话 那所以说如果是独居的人就没有办法做是不是 他我不这个我不是我不是很清楚 因为他我们我们像我们公司是跟那个 我要把他们的那个 不知道是我要把还是Vida他们 就跟他们这个合约 然后我们就送病人过去 所以他到底规定怎么样 我不是很清楚 但我知道这个是这个是一条 就是说最近他们很很热衷的一个一个这个主题 对听说他们现在很鼓励做红习谋 对就是在家水洗 这个部分的话呢 做那个红在家的血液透析的话呢 一样就是刚刚我提到的那个那个川普的那个特别的行政令 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说 他们希望在2030年呢 需要开始洗肾的病人要80%的人 一的是患肾或者是居家透析 这个居家透析除了覆膜透析以外呢 就是包括这个 在家里做血液透析 对对 所以为什么刚刚我没讲最近大家也很热衷 就是说有一些病人他们不能做覆膜透析的话呢 在家里做居家血液透析也是一个方案 但是在家里做居家血液透析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说跟血液覆膜透析比较起来的话 就是复杂多一点 举个例子来讲 刚刚覆膜透析我们大概一般训练大概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 有的病人通常很快他们两个礼拜就学会了 可是这个居家的血液透析它比较复杂 因为首先病人要学会自己扎针 光扎针这一件事情就要花掉病人两到三个礼拜学习 然后之后呢还要学习怎么样操作那个机器 也就是说你在洗肾的过程当中 万一空气有空气啦 或者是有凝固啦 你要怎么样 就是说troubleshoot那个机器上面的问题 所以它是比较challenge一点 那所以整个你学习血液透析的部分 你大概要将近花四到六个礼拜去学习 那刚刚你有提到美军世界有提到 就是说如果没有家人协助的话 大部分我们都是鼓励病人自己做button hold 就是我们它扎针的技术叫做button hold technique 病人可以自己扎针的 那假如都没有都没有家人的话呢 通常这个洗肾中心的medical director 跟他的医生还有护士还有social worker 他们会跟病人坐在一起评估 看看这个病人他是不是可以qualify 自己一个人在家洗 还是有病人可以这样子这样子做过去 我有一个病人他就是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学习 但是他要经过很多层的这个把关 医生要评估social worker要评估他的他的是不是ready 然后能力 还有如果有问题我们请那个没有请那个现在没有发言的把麦克风关掉 不然会造成那些噪音 那顺便再请问您那个做那个在家学透析的人呢 他们在旅行上是怎么样的安排 这个旅行其实跟刚刚那个父母透析很相似 目前在market上比较多的是next stage的用那个next stage的机器 next stage他们也是可以做 就是说你只要大概差不多三到四个礼拜以前 跟你的洗肾中心联络 那他们可以跟这个药水机器公司联络 他们也可以就是说把药水送到 送到你要去的地方 我是讲国内 国外没有 国内 然后他们会把药水送到那边去 你到时候你travel的话 你要自己carry那个机器 然后到你的那个你要旅行的目的地 然后也是可以在那里洗 你说的是这一家血液送洗 对对对 以前我们有病人自己开一个RV 他在RV上就自己洗起来了 是是是 那如果是出国就比较方便吗 出国 出国的话 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 那过去我的经验是 我的病人因为他是住在台湾 那他在家里自己 我在美国自己做学习 那他呢 因为刚好台湾他还有保持健保 所以他回到台湾去以后呢 他就是联络local的那个洗肾中心 他就到洗肾中心去去洗血 这样子 就是平常的一个礼拜去三尺的那一种 那刚刚图美有讲到就是说 这个 在家洗血液透析的那个次数 通常他们是这样 在家里洗血液透析他有两种 一种是你一个礼拜洗五天 好那他时间比较短 大概三到四个小时 三个小时 一个礼拜洗五天 所以他的清洗的效果 比比血液透析或 到洗肾中心去洗的那种 传统血液透析 跟腐末透析比较起来 他的透析效果是最好的 也有研究报告说 这个Home Chemo Dialysis 其实他的整个效果 跟你换肾的结果 那个 outcome是差不多的 可是就是说 病人本身必须要有办法 就是说可以自己扎针 可以就是说处理这个 这个紧急的状况这样子 那还有一种是 病人在睡觉的时候洗 洗那个自己学洗 那就是他们要睡觉前扎好针 然后机器的那个 打血的那个速度 平常他在洗的时候 他可能是每分钟 洗450cc 可是他在睡觉的时候 他的血流速度 大概只有250 就是很慢 所以他的那个 血液动力学上的变化 不会那么大 所以病人才可以睡觉 一直到隔天天亮 所以他是有这两种治疗 请问你那个 请问你那个在家学洗 是每天洗还是要隔几天洗 如果是在家洗的话 通常他们的根据处方 看病人本身 因为他们算那个 透析的那个量 是根据病人的体重来计算 还有他的肾功能还有多少 通常一般都是 大部分比较popular的处方 应该是一个礼拜五天 一个礼拜五天 然后洗的时间 大概差不多三小时 那如果病人大概比较 体积比较大的话 可能就三到四个小时 这样的洗肾效果会非常好 病人可以比较少使用补血针 比较少吃抗血压的药物 然后也不用吃太多降临的药 因为他的透析效果 几乎就是很好 跟那个患肾的outcome 几乎是一样的 是那一般的话 就是说在去洗肾中医 洗肾的血洗的病人呢 跟那个附膜的病人 比较起来呢 附膜透析的病人 食物上的限制比较少 然后在洗肾中医 血洗的病人 食物上的水量上面的限制 什么都比较严格一点 那在家学洗的人呢 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 所以这个在家学洗是 是the best one 它的主要差别是在 差别在哪里呢 在传统的到洗肾中心去洗肾 它是一个礼拜只有洗三次 一个礼拜洗三次的话 你在机器上的时间 只有大概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 dependent那个医生的处方 那你想想看 你一个礼拜七天里面 你只有三天 三天大概三个小时的时间 九个小时 清理你血液中的一些读书 跟你每天洗 附膜透析也是每天洗 每天洗 但是附膜透析没有那么快 它需要时间的滞留 所以这两个比较起来 一个是每天洗 一个是一个礼拜洗三天 它饮食上是有限制的 血液透析的话 在水分上的限制 跟高磷高甲的食物限制很多 那附膜透析的话 还是需要注意水分的摄取 但是没有血液透析这么严格 但是最大的一个差别 它们在甲离子的摄取上 它们可以多吃 跟血液透析的病人 它们就是完全会 营养师会告诉你说 所有高甲的食物尽量不要吃 可是附膜透析的话 因为它是每天洗 而且它把甲洗掉的效果很好 所以我们几乎都是要告诉病人说 你要多吃粒叶蔬菜 如果没有糖加冰的话 多吃蔬菜水果 这个是很大的差别 那洗在家洗 那又洗得更干净 所以几乎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 在家里洗血的 好感恩感恩您的回答 那大家都没有其他的问题了吗 生活上吗 有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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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iPad 请提出来 没有问题的 请把麦克风关掉 请问 先让那个Dora问 说Dora有问题是不是 一位iPad 先问 iPad 不是我 我是Michael 是Michael你好 你好 我是腹膜透气 原来是用手动的 这几天改成的机器 但是用机器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睡觉的时候 在中间常常机器会叫 就是中止 因为在几个阶段里 我们要drain的时候 都是非常慢 机器会帮我叫醒 像我手动的时候 是白天 我只要把身体 做一些活动 像扭转这些 那这个 这就会好 但是晚上在床上 你没有办法 这个东西 扭转 这些 这个情况 应该怎么办 这也是很common的问题 机器的型号 是不是有关系 我用的是 Amia的机器 它的那个管路 比较复杂 然后就是说 管线很长 是不是别的机器用的时候会 这种情况会好些 我想请问一下 好 没有问题 因为您这个问题 也是很好的问题 很common的问题 那请哪一位回答 那个Michael我想 先请问一下 你的机器的高度 你机器的跟那个床的高度 是怎么样 有没有过高 或者是过低 机器放的比床高一些 但是 基本上是可以的 因为它 整个整个都是 从它那个 你那个 刚开始的 主眼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 那个feeling 然后 这个 主眼都没有问题 但等到 有时候第一 像我现在晚上的那个 是要三次吧 那个 第一次有时候没有问题 第二次的时候就会 机器一定会叫 就是 因为我在床上躺了很久 它 它那个身体没有活动 就是 那个 Fluid就 Dream 机器拉不出来 所以 所以你的机器上面的 Message是什么 它是说 Low Dream Volume S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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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w Patient Slow Flow 所以 你有没有定期再加甘素 在水袋里面 加Heparin 在袋子里 加什么 有没有加Heparin 在药水里 我不晓得 这就是 我是用Baxter 它就是 一代一代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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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uid送过来 我没有加东西 他们都没有教你 要加一个药 叫做Heparin 在水袋里面 没有啊 没有啊 那你在海水出来的时候 你看看水袋里面 有没有一个 像那种 像白色丝状的物体 有点像是 那个纤维纸 很大 我知道没有 没有 都没有 你也没有便秘的问题 便秘可能是 其中 有问题 通常 就是说 我们如果 一般来讲 跟机器的型号 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它通常 我们Slogin 有几个 就是一个 就是我刚刚讲的 甘素的 那个纤维质的 阻塞 因为就是 我们在 洗腹膜透析的病人 他们 Routine 我们有时候 会告诉病人 一个礼拜 加一次Heparin 加在水袋里面 那这个Heparin 它的主要目的 就是去溶解 那些纤维质 那这些纤维质 其实是一个 身体正常的产物 它的缺点 就是说过多的纤维质 它会阻塞了 那个导管 对 它会阻塞到导管 然后造成 那个水流出来 会有问题 那还一个 刚刚就是讲到便秘 便秘的话 因为 肠子里面 有很多 粪便的话 你的管子 尾端 有时候会因为 粪便的飞机 它会造成 管子移位 或者是说 它的位置就没有 在原来的位置上 你晚上在排水的时候 局部就会排不干净 排不干净的时候 你的量就不够 你量不够的时候 或者是排得比较慢 那就会触个 那个alarm 所以你可以 你有没有跟你的护士 联络过 告诉你 我才刚 刚洗三天 那个护士 护士 他是反正就说 你再洗 但他要看看 那个什么 对 你那个 有这个问题 持续发生的话 你就要跟护士 反映一下 对 你要跟你的护士 讲一下 然后尽量就是 刚刚我们在 这个问题里面 也提到 护膜透析的病人 便秘是一个 一个很大的问题 会影响到 他的排水量 所以 你可以 就是说 跟你的护士小姐 讨论一下 看看有什么方案 可以让你自己 就是说 便秘的问题减少一点 这样子 或者是 像那个 我的机器是 设定是 就是 中心的 那个 BD护士 把它设定的 就是说 他要 多少进去 多少出来 时间多久 我现在 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如果说 我那个 drill的时间 花了很久 然后这个 drilling drill的时间 就很少 最后 像我那个 昨天晚上 就是 他第三次的时候 因为那个 那个 drilling的时间 浪费太多 他在 他在fix时间 他要停嘛 所以 我第三次 就是 after那个 few以后 他说 drilling的时间 只有三分钟 天哪 所以 所以这 所以这 行命说 这个 怎么去 我给自己 调这个机器 例如说 我这个 晚上 发现这个 drilling 突然花了很多时间 对不对 那我就把 这个 最后截止的时间 就是说 那个 中止的时间 把它延后 对不对 病人 可以这样子 不可以 特别是你用的是 EMIA 他们是由 EMIA 它是由护士那边 把你的厨房 upload到云端 然后你机器 从云端上 download下来 你的program 病人是 在病人端 是没有办法改的 没有办法改的 对 因为他这个program program的时候 譬如说 他是program 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 所以机器会在 这个八个小时 里面做完 假设你有三个cycle 他在这个 八个小时里面 做完三个cycle 所以 你排水跟 那个 灌水的时间呢 是 几乎是固定 几乎是固定的 但是 如果你花了太久的时间 在 drain的时候呢 你的door time 会被cut掉 所以你的理解是对的 你的理解是对的 现在的问题是 你要怎么样 让自己的 这个drain改善 让这个drain改善 所以你可能需要 跟你的中心的护士 讨论一下 看看是不是需要 做一些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 改善便秘啦 或者是 还是说你 我不晓得为什么 他们没有让你 加甘素 是不是你有什么 你对甘素会过敏吗 或者是 有一些 血液性 所以他们没有 让你 如果在我 在我来洗手动的时候 我看那个 带子 完全没有 那种 纤维 完全没有 像那个 现在也是一样 排出来的那些 用机器的时候 看不到 看不到 那这样你可能 还是得要回去 跟你中心的护士 讨论一下 因为你这样 你loss 你的drain的话 就表示说你 你可能只有 没有达到效果 对 你第三个周期 那个你几乎没有洗到 你就只是 灌水跟排水而已 那GPC的 我刚刚讲 真正的透析 是发生在 滞留的时候 滞留的时候 才是真正在做透析 你lossdrain的话 就表示你 你那一段时间没有洗到 这跟机器没有关系吗 对不起 我有个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你 你是晚上几点洗的 这个 哈喽你还在吗 忘掉了 不是因为如果说 突然间被禁音了 他突然间被禁音 那麻烦你再打开一下 现在听到吗 现在听得到吗 听得到听得到 因为这 你是几点钟洗的 我也可以提早 就是先把机器设定 设定以后 你要什么时候开始 然后你可以自己决定 你可以自己决定 我发现设定 要设定这机器的时候 可能我是新手了 很花时间 你手动的麻烦多了 因为他可能是因为躺着的关系 所以他那个流的不好 那你如果说可以在那个 就是下午晚上的时间 你可以早点上机 他反正四八个小时 那他如果早点上机 你可能还可以坐着 还可以站着 让他水流的会好一点 然后到超过半夜的时候 可以就早点结束 就可以睡得好一点 这个是一个办法 因为有些时候就是说 如果说因为你 你那个大便不通畅 什么管子不是通 可是你站着的话 你让他流可能会好一点 会流出来的顺利一点 所以你可以把机器 稍微早一点做 OK 这个建议很好 谢谢 不过还是 我想最重要的还是 你要回去跟你的护士谈一下 因为你现在才刚刚洗了整天 所以说也许就是 他要观察你一阵子 知道说也许他会让你 加那个甘树啊 或者说 如何请营养师帮助你 解决便秘的问题啊 这些也是都是方法 所以说还是要反映给您的护士 OK 好谢谢 好谢谢 那今天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您就是用了iPad 我想问一下 是您说 我是Dora 那个我是想请教一下 我朋友他洗肾 前几年都好像还好 现在最近这两年 人就非常非常的累 好像一整天都没什么精神 是不是 他是在家做附魔的对不对 对 他在家晚上做附魔的 然后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您刚提到 有圣友是77岁 还换到圣 那我记得以前好像年龄上也有限制 是不是 没有那个张先生 我们换圣最高年里面是张先生80岁换的 那所以说 他今年090几岁了 哇 那因为我朋友他以前去 问的时候 他们就说他不合 年纪太大 不合规定这样子 怎么会呢 他几岁 他现在82岁 那时候才70几岁 70几岁应该没问题 那是哪一家医院 他是凯斯人 那是不是因为他的身体的状况 因为有些人他身体状况不太适合 因为像有些心脏 他们就已经检查 因为大部分在医院要换圣之前 他们都会要你去检查你的心脏 还有你的像现在像牙龈 因为牙龈是很容易 你有牙周病的话 是很容易引起那个细菌容易跑去到各处去 那还有就是还有 现在他们还是多增加 一样要检查那个大肠癌 那有这些毛病的话 那可能就是像我们还有一位 就是在等待期间也得了癌症 那他那个 他就变成就不准备了 所以有各种身体上的原因 也许你的朋友 他身体上有什么原因造成这样 不然年龄 你看我们那张先生 他是80岁才患胜的 他现在90几岁了 那那个光 我刚才问到说他很累 就这两年 天天都好像没有什么精神 是不是 就是我没有听说有人在洗肾的话 就是洗得不干净或是干嘛 身体里毒素会比较多 人就会比较辛苦 是不是也有可能 是 好 那我们请树珍或者是夫美来回答一下 谢谢 不用客气 哪一位回答 这个我们真的不是很清楚 就是他洗肾 越来越累 对 洗得好几年 然后现在觉得感觉很累 对 这个就很难去给他猜测 我只能说 他们每三个月四个月 会做一次清除绿 看他洗得够不够 他洗得不够的话 他一定会改变他的处方 所以这个能做到 大概最多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因为这个洗肾 这个肾脏功能 他这个洗肾是没有办法 其他洗的大概 真的洗得很少 所以我们只能就说维持着 让他这个身体状况 没有太多其他的 其他的那个合并症的话 因为一个他上了年纪八十几岁了 也有可能 然后你加上他是不是有这个其他的那个心脏血管 糖尿病这方面的问题 那这些这些问题都很可能造成他的这些不舒服啊什么的 说实在的我我我这个洗肾这个东西哦真的是很难很难讲 我们最我们两年前有一个病人97岁 他现在99岁还在洗 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说哦 一定要洗三包 然后就一直在训练 训练了很久 那他他就一直觉得说 我已经会可以洗了 那我们这小姐说 不行 你这个要洗三包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的 然后呢我只是因为我就听到嘛 我就说那你为什么不给他试着就洗一包看看嘛 就让他洗一包 一天就是给他洗一包 让他开始在家里洗 结果因为我们开始也不知道他什么样量是够嘛 对不对 一定要做要开始洗了以后 你才能这个这个收集这个这个标本 然后看看他洗的够不够 结果后来这个病人开始 我们就好了一开始洗一包 他就洗得很好 他洗了以后 然后我们就收集了标本 事实上就够了 因为他本身的肾脏功能还有 所以我们说这个这个 你这个开始洗的时候 一定要看看你的肾脏功能多少 你也不要因为洗的太多 把你的肾脏可以可以那个 只要你还有些肾脏功能 你只要加一点点给他帮忙就可以了 所以他到现在你看 他现在可能要增加到两包 我们就是因为你 每三个月四个月要收集一次标本 那你如果说不够了 那你要增加 那我们就再多洗一包 所以这样子的话 这样洗起来 我觉得这个围城 你看现在已经今年 每次我说我还99岁了 还好是因为他 他儿子有时候就 他还是他自己洗 然后最近是不行了 他儿子说好 那我可以来帮忙他洗 然后这儿子才 才step in才帮忙 所以这个说起来 这个也是挺好的一个治疗方式 所以这个是 我不晓得 是 我希望这个能够给你回答 那个我刚刚才看到这个 这个chat room上面有一个就是 请问什么是手做 手操作洗肾 那这个智慧师姐就回答 说是手操作就是交换液挂在点滴杆上 那树珍跟那个富美是不是这样的回答 我所所谓的手操作呢 就是说你呢就是自己自己 这个叫什么 把药包准备好 然后就连接在你的身上 然后你也不用机器 你就是把那个药水呢 把它挂高 因为用那个地心引力的力量 让他就 我当然 对不起我现在还不过来 你就是连接以后 你先把肚子的药水先流出来 因为那你也是这个 这个重力嘛 地心引力 然后你人可以站起来 他就流得很快 那大概10分钟 15到20分钟 然后呢 等流完了以后呢 你就把那个 这个这边 那个流的那边关掉 然后就把那个挂药水 药包那边就打开 让它流进去 那你流进去的时间 大概10分钟 这样子的话 你等药包全部 大概一般都是两公斤嘛 2000cc 灌进去以后 你就把它这个分开 然后你那个管子 你就自己把它放在身上 然后你就可以到处走动 然后就是你可以 一天就可以洗个一次两次 那你如果有一些肾脏功能的话 我一般最早期的时候 我都是建议他们 就说你可以洗一次 那你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把它放进去 睡觉 然后早上起来把它流掉 我们现在有很多病人 都是这样子洗 洗了然后 洗得挺好的 然后如果说 我们要收集标本 说不够了 好那你再多加一次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就在等洗肾的时间 你可以减少它 因为你也不用做太多次 减少它这个感染的机会 然后呢 等到患肾的时间 这样子的话挺合适 就是说用你手动的操作 不是的 你就不用接到机器 让机器来帮你来 这个流进去 关进去 是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 这个树珍跟 敷美两位护理师 那回答大家的问题